虽说新法制救济法案的催生 是趋于保障暗黑界人们的权益 防止非自愿和敲诈刑等事件发生 但却因为内容十足严谨 不仅让骗商无所适从 更令大量的从业人员面临无工作的窘境 而随着这波暗黑界喊动到来 许多女优也经历了数个月无拍摄的状况 这无非令不少人动起隐退的念头 包括在2021年USA豪华亮相的 小仓七海便在日前 十一宣布隐退 可爱脸蛋却有F的小仓七海 无非是许多老司机极度喜爱的暗黑界偶像 除了迄今所拍摄过的十一部作品在 Fans上都拥有好成绩 他在Twitter上的追踪人数更达25万 而这仅仅是小仓七海 自去年9月出道便打下的成绩 如此声势浩大的新人 也难怪此回的隐退消息让人无理看话 虽说小仓七海自行表示 自己是因为长期的身心问题 以及心法的关系 让自己长达数个月不能拍摄后 使得病情愈加严重 所以才决意隐退 并离开事务所 Life Promotion 但意见换春秋也表示 此番小仓七海 的闪电隐退 不仅与心法有关 也和事务所之间的沟通协商脱不了关系 尽管这位暗黑界大物闪电隐退 但小仓七海 也会透过新账号与粉丝互动 喜欢他的粉丝们务必追踪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